地震、传染病等灾祸 总是在人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降临 如果灾难袭来 只有10分钟收拾行囊转移到安全地带 你应该选择哪些工具呢 根据The Proper Journal等专业网站和专家们的建议 以下这三类物品 你无论如何都要揣进包里 好在它们既随手可得 又十分轻巧 不会增加负重 一是取火工具 一般来说就是打火机或者火柴 如果你是野外达人 你家里可能还有更为经久耐用的打火石 在避难的路上 没有了电力 火将会成为你最最重要 甚至是唯一的能源 利用取火工具 你可以点燃树枝 做成火把照明 也可以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利用熊熊的火焰下推野兽 保护自身的安全 更重要的是 只有利用火 你才能加热食物 填饱肚子 并且烧开生水 煮沸杀菌 防止因为细菌感染而一命呜呼 没有取火工具 我们很难在野外生存 虽然人人都听说过钻木取火 但是真要操作起来 远没有那么简单 是否能长到合适的火熔 周围环境的湿度和风速 摩擦的速度和时间 以及你的体力 臂力 运气 都会极大的影响取火的成功率 精疲力尽的忙活几个小时 却燃不起一点火星 甚至手掌破皮导致感染 都是常有的事情 对现代人来说 带上取火工具 是求生时的必须选择 除了取火工具之外 第二类重要 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工具是 绳子 轻便坚韧的登山绳 是野外求生的利器 它能够轻松承受3000公斤的拉力 帮你翻山越岭 逃离险境 即使没有专业的登山绳 普通的绳子也同样是求生利器 有了它 你就可以把木头和石头绑在一起 制作出很多其他的工具 举个例子 利用绳子 加上随处可得的石头和木头 你就能做成一把石斧 这不仅能大大的提高砍树和采摘的效率 还能保护你的手掌 不被尖锐的石头扎破皮 如果你能找到韧性和形状合适的树枝 还能利用绳子连接两头 在家里找到这么多绳子 在避难的时候 连帽山的抽绳 脚上的鞋带 甚至撕碎的衣服 都可以当做绳子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 你甚至还可以利用植物的根莖 或者韧皮纤维来自制绳子 毕竟早在公元前2800年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创造麻绳的技术 只要撕下麻类植物的根莖处的韧皮纤维 把它们编织在一起 就能做成非常结实的绳子 最后一类工具是防身工具 一旦灾难降临 社会秩序会在几天内崩溃 暴力冲突很难避免 带上几件衬手的滋味工具 或许能在关键的时刻救你一命 多功能便携式小刀 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的常用工具 这种小刀不仅可以防身 还能切食物 开罐头 割绳子 采摘植物 一物多用 当然 刀也会随着使用而磨损变盾 这时候你可以从水中 挑出光滑平坦的鹅卵石 顺着刀热的方向进行打磨 或者是把细砂 抹到湿润去皮的树枝上 再对刀热进行打磨 如果实在找不到工具 那直接使用背包袋来进行摩擦 也同样可以使刀热恢复锋利 常言道 有备无患 提前准备好这些物件 当末日来临 这些就是你自救或者救人的工具 如果你在灾难中幸存 请一定要团结起剩下的同胞 互相帮扶 才能活到下一个明天